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你去看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怎么了 出来拍照 我不去了 我没有衣服穿 好热 不行 一个小时楼下见 那好吧 天 怎么办 九百瓦 低能耗 低噪音 陶瓷发热 热效比高 能以最快的速度穿上干爽又舒适的衣物 还可以消除异味 可以穿上美美的衣服去拍照啦 全自动蒸汽干衣机风力柔和 冷热交替 利用衣物形成风罩 热气流循环 相比传统干衣机来说更加高效 安全 巴氏杀菌技术可以除满杀菌 让衣物更舒适 全自动蒸汽干衣机组装方便 占地空间小 能够轻松收纳 下层摆放架还可以轰毛巾 轰鞋子 配备手持熨烫机 溜蒸汽孔位设计 可以快速熨平褶皱 还不伤衣物 虽然我们每个人对于衣物的需求都不尽相同 但穿在身上的温暖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 在忙碌的生活中 愿你我都能拥有这份温暖 放大 放大 我感觉这张不错 可以了可以了 来 往前抬 我想 老师 你放大 怎么不放大 你把它放 时间放 这没法放了 这一样 为啥没法放 分辨力不够 你看你们怎么拍的 啥叫分辨力不够 展示科技 新创意 新产品 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陈宏达 在没有专业设备的情况下 如何用手机也能拍出惊艳朋友圈的风景照 我的秘密就是它 长焦手机望远镜头 它是专门为手机量身定制的镜头 重量仅100多克 可以在手机上帮助手机成为更专业的设备 突破距离的限制 让远处的风景一样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体验一下 相较于传统的手机 在远距离拍摄上优势非常突出 这款长焦望远镜头采用了4K级镜片 搭配18-36倍光学变焦 可以通过调节光圈 焦距 距离 可以将几百米甚至是上千米外的远景 清晰地再现在你的眼前 这款长焦望远镜头兼容绝大部分手机 支持单摄 双摄 三摄和四摄 避免了换手机就得换镜头的苦恼 非一体式设计实现了手持 支架或简单望远镜的多种使用方式 长焦手机望远镜头 小巧便携 实用且拉风 虽然它的性能不如专业的相机镜头 但是它也可以帮你捕捉远处的风景 一定程度上实现你的大天梦 放心无止境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纯电动自卸式重卡 大家都知道 重型卡车一般存在着很大的视野盲区 这一直是一个安全隐患 传统大型重卡的视野盲区很多 有人测试这些视野盲区 足可以占下约80个儿童 因此这也为重卡的安全性埋下了隐患 这款纯电动自卸式重卡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它搭载了360度全景影像技术 可以让驾驶员更加直观 安全地停泊车辆 纯电动自卸式重卡配置了永磁同步电动机 永磁同步电动机常被应用于高铁列车 很大程度地提高电动机的效率 纯电动自卸式重卡动力强劲 满载最大爬坡度可达50% 可以轻松应对自卸车运行的各种恶劣工况 在续航方面 纯电动自卸式重卡等速满载状态下 最大行驶距离340千米 足以完成各类日常作业的需求 不仅如此 它的充电速度还很快 充电20分钟 续航近100千米 大家日常使用带有电池的设备都会有一个疑虑 那就是电池没电了或者是电池发生故障了应该怎么办 对于所有的电动车辆来说 这个问题可谓是性命攸关 那么这款电动卡车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纯电动自卸式重卡配置了双元转向系统 当卡车主电源动力系统发生故障时 备用电源启动 给驾驶员留下120秒钟紧急停泊的时间 可有效避免意外交通事故的发生 然而在重型卡车解决了安全性问题的同时 它的舒适性到底如何呢 目前卡车是处于启动状态 在我旁边杯子里的水却非常的平稳 由此可以看出这款卡车的舒适度还是不错的 但是作为一款自卸卡车 它的装卸能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那么它在这方面的表现到底如何呢 纯电动自卸式重卡采用了高强度耐磨货箱 可适用于不同的装载运输场景 此外它应用了绿色环保全密闭的棚盖 以及液压锁纸机构 能够做到全程运输无抛洒无滴漏 纯电动自卸式重卡不仅绿色环保 而且就算是穿山越岭也丝毫不在话下 相信在未来绿色能源能够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让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健康